新竹市警方到一户民宅来抓毒贩 没有想到这名涉嫌贩毒的35岁男子 竟然手拿着剪刀抵住自己的脖子 然后左手是抓着女儿的手 扬言逼退警方 这时候警察就很担心 这个小女孩会不会因此 被自己的爸爸威胁而有危险 所以赶快上前将她制服 但没想到六岁的女儿 反而哭着哀求大家 不要抓她的爸爸 让人看得于心不忍 袁景池搜索票进入屋内 涉嫌贩毒刘姓男子的同伙 还在呼呼大睡 完全不知道警方已经找上门 警方起出吸食器及分装袋 更从刘贤及同伙身上 起货多包海螺银 哪一包是谁的 分好分好 这谁的 新竹警方三十号前往刘贤家中 当时刘贤拿着剪刀抵住自己的脖子 左手还抓着女儿扬言逼退远警 远警担心女童暗围 于是上前将她制服 但是也不幸挂彩 当时经过就是嫌犯拿一把刀子抵住自己的脖子 那我们就是把刀抢下来的过程中 冲突中刺刀 刘贤则议违反毒品管制条例移送法办 明日新闻叶欣凯新竹报导 老闹